南投县好山好水 草屯更是水稻的故乡 种植面积高达2500多公顷 总产量占全县的六成多 是南投最大的米仓 议员也对此表示相当肯定 更希望未来能够更加精进 我们草屯的稻米 多年来都是全南投县产量最多 品质上平均来讲都很好 但是详细来筛选之后 有一部分是好 也有一小部分 这个农地由于工业的污染 已经不太适合 那么把这些原有的工厂 把它迁离开 那么这样子 我们不但可以繁荣地方 也可以保证 我们境地外的所在 都是相当好的 这个产水和产投 近年来草屯镇农会 举办稻米品质竞赛 对于稻座的技术 其稻米的品质提升 有相当大的帮助 议员张金奎对于草屯能够炒向 精致化农业发展 抱持乐观 议员表示 那么安宁来年 我们的农业会走向更精致化 那我们的草屯呢 巴黄吉拉萨基三两 降到45%以上 这样的产量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 所以我就希望说 这里能够在工业 在商业这两方面呢 还能够再提升一些 那么在我们的文化 艺术上面也要提升一些 这样子啊 这个社会才能平衡 一个城镇 一个镇市 它首先的这个居住品质 人民的品质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草屯镇当民在农会积极的推广之下 有相当亮眼的成绩 未来也希望透过更多有效的政策 为镇内的农民带来更高的产值及效益 明日新闻曾伟祥 草屯采访报道